家联健康关怀维护您的健康 观众朋友又到了我们每一次的 住在LA的家联健康单元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讨论的是 有一位观众 他曾经来问过我们说 我是持有白卡的 那么我最近收到了一封 从联邦政府寄过来的信 要求我要加入他们的这个健保优惠计划 为什么现在持有白卡的人也要加入呢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专家 当然这位专家也要告诉你们 红蓝白卡持卡的年长者们 要注意什么样子的问题咯 赶快来欢迎他就是Angelo Pay HelloAngelo你好 你好Sholly你好 Angelo呢是每一年都要经过联邦政府考试 合格才能帮我们的年长者 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个保险经纪人 对而且呢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做这样子的红蓝白卡的保险 每一年都要经过各个健保公司 不同程度的上课跟考试 对不对 是的是正确的 对所以你们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是非常的忙碌 所以很高兴你来上节目 谢谢你 抽空跟我们讲解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持有白卡的年长者 他们今年都收到了一封信 对 对这封信到底要不要回呢 不回会怎么样呢 好我们现在来回到 这封信呢其实就是给一些白卡的一些人员 来选择你的现在就是需要 就是继续参加你的成人保健中心呢 还是不要参加 因为对现在比较复杂一点 这个你又帮我们准备了一个像这样子的东西 对不对 对来我来讲解一下 这是一个Medical的form OK 对讲解一下 这Medical的form就是你的白卡的选择的单 那它现在就是说像加州这部分 加州我们LA部分呢 它会有两个不同的保险公司 一个是LA Care 另外一个是HealthNet 那另外一个第三个选择 你可以直接选Regular Medi-Cal 就是普通的白卡 那如果说你参加这两个计划 这个两个保险公司的话呢 你就可以继续去你的成人保健中心 也是俗称的叫做Sea Best Sea Best的意思就是 Community Based Adult Services 所以这是给持有白卡的人就对了 持有白卡的年长者 红蓝白卡都有的 那就是你加入了我们刚刚讲的 这两家白保险公司之后呢 你就可以继续的前往这个成人的 这个保健中心 但是如果你没有加入的话 就是你不能免费的去了 对没错 OK 就是这个意思 那当你选择这两个保险公司之后呢 你还是要选择你自己的家庭医生 那医生的这个号码会填写在这边的这个地方 OK 好那这些我们的年长者要是不知道怎么填写的话 是可以找人帮助吗 对他们可以找社工 或是打电话到我们公司 或是打电话到你们的保险经纪的那个office都可以 都可以 OK 好那么Angel这边呢还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 很多人对于持有白卡还是有一些疑问 到底这个白卡我需要做这个像白卡是加州州政府给提供的对不对 对没错 然后这个下面是怎么样 两家保险公司吗 对下面是两家保险公司 我先讲一下就是联邦政府的这个红兰卡的计划的历史 从1965年开始呢就是有这个红兰卡的计划 那其中就是有part A 那就是你的医疗就是住院部分 OK 还有part B 红兰卡在这边 part B的话就是政府会帮你付80% 可是你自己需要自付20% part B是属于医疗的部分 对part B是门诊 就是你看病门诊 对对对没错 那有些人会参加一些part C 就是一些管理室的一个医疗的部分 那part D的话就是你的药卡drug的部分 OK 对对所以现在就是说白卡呢通常是给一些 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加州优惠计划的人士 白卡是说如果你是低收入户 对 或者是你有重大的疾病 残障诸如此类的 对没错 这些长者就可以拿到白卡 对没错 那现在就是说因为白卡呢是加州来管理的 可是加州你知道我们经费又不是很够 的确 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像老人中心啊 跟老人的身心方面活动有关系的一些管理 就交给了私人的保险公司 就有LA Care & Health Net 这是在洛杉矶的地方的保险公司 OK 那现在呢红兰卡呢 除了LA Care & Health Net之外呢 还有其他的保险公司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把红兰卡跟白卡分开 可是呢我们会建议说因为红兰卡里面还有20%需要自付 对 那如果最安全的方法的话我们是建议说红兰白卡三个都加在里面 都加在里头 OK 那我们就可以拿另外这一份来看一看 好这个就给我们看一下就有一些算是比较多的一点服务 对 红兰白卡 OK 所以就是除了说门诊医疗住院开到方面是免费之外呢 你还可以得到眼睛的服务 眼睛 像免费眼镜啊牙齿 然后牙齿的话今年有个新的方案像LA Care它是说每五年号就是可以就是全部换一次那个假牙 哦 所以我觉得像比较年长一些的老人家可能就是蛮适合的一个方案 对 因为这两个部分眼睛跟牙齿说实在的年纪大了都需要 对 都需要做很好的保健的 所以眼睛牙齿很重要 然后医疗的话像比如说全身的健康检查 对 然后固定的去看一次医生做个检查都很重要 然后处方签也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所以这保险公司都会提供嘛 对保险公司会提供 对 好 那家 那等于说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加入HMO啦 对 没错 那加入HMO之后呢你必须要选择一个医疗网 对 你只有PPO是不用选择医疗网的 对我们这个等于是一个HMO 那我们俗称为MAPD就是管理士的那个保险的医疗网 那你参加了保险公司之后呢 你需要选择一个医疗网 那医疗网比如说像加联医疗网 他们会有24次的接送 那都是免费接送 你知道之前打电话给他们 他们就可以帮你送你去医生啊 从医生那边接你回家这样子的 那像针灸方面的话也是都有提供 因为很多华人都是喜欢针灸推拿那些的 其实对身心还是蛮不错的 那活动方面他们会有一些交友啊 就是教你做一些加益啊那些的就是还不错的一些选择 那是这个华人的医疗网其实都有提供 那讲了这么多我们现在还是要提醒观众朋友 其实从10月份开始一直到12月7号 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 是一个open enrollment的时候 对没错 对好那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一下吗 对可以的 从10月15号开始呢 您就可以选择你今年就是等于是说 明年1月1号开始你所想要参加的 比如说医疗网啊或者是保险公司这方面的 那其中选择非常多哈 那我们今天是要讨论说 其实H&Mode如果说你不想要有一个月费的话 那然后你又想要参加一些活动 然后又是 就是能够帮助你在身体啊或者是在医疗上面 有这样子很好的服务 同时你身我们说身心要愉快嘛 才会永保健康 那在这个照顾身体的同时呢 也能够照顾到心灵上 对不对 对这是没错 所以呢就是说有这样医疗网的配合 我们可以参加不同的活动 然后呢在这个还有整个医生群的配合下呢 可以照顾到老人家的健康 对没错 对那刚刚提到一点很重要的 我想呢还是要再次的呼吁朋友 就是说当你接到这样子的一个form 这是寄到家里面去的吗 对它是寄到家里面去 OK是不是有一个截止日期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表格给填好 然后寄出去 目前之前他是讲说10月1号一定要把寄出去 可是有很多人不是很了解这些form 那有些人也还没有收到 所以政府呢目前是把它推到11月1号截止 那之后会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现在政府在尝试一些新的这个方案 对所以就是比较说我们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呢 尽量去跟您的健康保险的经纪人来联络一下 对我想呢因为我们毕竟嘛大家退休之后 当然就不希望说我们在医疗方面还要再自掏药包多花钱 对那我想呢加入一个很好的健保公司 然后呢让这个健保公司去 就是说推一个这个很好的计划给大家 然后大家都可以享受得到的话 那是比较好的 尤其是在退休生活以后了 对对没错 今天呢非常谢谢安德鲁谢谢你 谢谢 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观众朋友